八位科技巨头大佬齐聚一堂 包括台达电 台积电 友达 和硕 微软 广宝科技 宏基 华硕一起出席 洗手台湾ICT供应链迈向近临未来论坛 希望从ICT供应链带头推动减碳 大家不要有一个迷思就觉得减碳都是费用 你要缴碳费 缴碳税 减碳也可以是商机 不但你可以减碳 也可以让你的营收成长 让你的利润更好 所谓的减能其实代表的就是减掉成本 因为你所耗掉的能源会更少 所以相对的成本会更低 所以我认为因为减能 所以反而让我们在成本上面能够更具有竞争力 台积电资深副总经理何立梅表示 先前台积电在台中设置的林飞中心 预计明年可以开始营运 之后在南部北部也会设林飞中心 友达董事长彭双浪提出建制台湾交易市场机制 以解决中小企业买不到绿电的问题 台湾作为全球咨询产业里面的重要的一个好伙伴 那其实整个产业也要注意到全球注重低碳 然后甚至趋向零碳牌这个趋势 论坛与会者还包括华硕执行长胡舒斌 宏基共同营院长黄茲廷 台湾微软总经理变志祥 而中华民国副总统赖清德 经济部长王美花先前也预定要参与论坛 不过两人在活动开始前半小时 相继表示不客出席 新唐人亚太电视 高建伦 曾新敏 台湾台北报道 新唐人亚太电视